相信很多人一听到陆寒和马思纯两个人的名字时 可能会一头雾水 印象中这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人 但其实马思纯和陆寒一起合作过盗墓比记 私下的关系也比较好 两人经常互动互怼 马思纯本身性格大大咧咧 在跑男中和陆寒组CP时 即使被陆寒怼出内伤 依然扛得住 两个人在节目里玩得很开心 再调侃陆寒说 不取信马的取信官的可以吗 当初陆寒和关晓彤刚官宣恋情 就受到了全网的质疑 消息刚一放出就使得微博服务器崩溃 陆寒不愧是一个流量时代的开启者 影响力实在是大 曾经的陆寒有多火呢 一句话就可以让服务器瘫痪两个小时 凭借一张专辑就可以破纪录 全平台销售破译 就算是演技不行 在演艺圈只是刚出道的新人 依旧有很多导演请他做主角 那个时期的陆寒可谓是娱乐圈里 不折不扣的顶流 人气与流量遥遥领先 资源好的爆炸 走到哪儿 粉丝都是炸队的线上 但是从顶流到消失 陆寒只用了四年 即使是往年从不曾缺席的 各大卫视春晚节目 而如今也是没有了他的身影 反而是让我们看到了 他女朋友关小彤的身影 关小彤的事业反而与他相反 一步步成上升的趋势 如今很少有人在提及陆寒 可能只是陆粉们会继续支持 关注着他 而其他陆人呢 却很少再有想要奋不顾身的 去看他的作品及新闻 但是陆寒不仅会唱跳 长得帅还努力上进 因此受到了许多女明星的欢迎 马思纯对他还是很有好感的 不仅微博头像是两只迷怒 还曾经发文要去听陆寒的演唱会 作为新生代颜值和演技 共同存在的代表新女演员 马思纯可以说是演艺圈的一颗星星 他不仅实力秒杀流量明星 还是史上最年轻的金马影号 16年马思纯凭借七月这个角色 拿下了影号 而且最近一部 你和我的城池银垒大火 令马思纯再次圈了一波粉 马思纯的演技也更上一层楼了 和白敬廷之间的互动 也让许多网友直呼太甜了 但其实马思纯出道以来 受到的非议可不少呢 马思纯是蒋文利的外申女 很多人都说 马思纯的资源与蒋文利有关系 但其实马思纯的事业发展 家人并未干预 马思纯能够取得如今的成绩 全凭自己的努力 和欧豪分手之后 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一度将马思纯压垮 马思纯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一直在吃药治疗 短短时间内 身材像个气球一样鼓起来了 我录节目三天受了七点 然后开始吃药之后 三天胖了八点 那就别吃啊 不能不吃啊 因为睡不着啊 不是 他就管情绪的要 点击最疯狂会怎样 他身体会变得很僵硬 然后腿会很软 然后就 一直这样不停地在 喘气 对 让我眼睛看不见了 在那一段黑暗的时间里 马思纯一直在和自己做对抗 直到他带着满脸 效益和发福的身材 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马思纯已经治愈了 陆寒也好 马思纯也好 未来的路还很长呢 希望不久的将来 他们会有更多的优势作品 悄悄地惊艳所有人